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 可以看一下 跟着我们镜头一起去看一下 我们拿一下 我携带比较好 这个就是明日纪念馆 七十周年 七十周年 它是皇 这个就是它半开访 哦 半开访 半开访 它不是全开访 就是它只为什么日本结婚 哦 这是日本的和氏神道的结婚的 这个日本结婚的最高层次 在这里举办吗 对对对 哦 它这结婚呢 很多人呢都是一出生就把这个 定好 定好 哦 要不然你这个 排期一样的 它这个日式结婚呢 神道结婚 排不上 哦 就很隆重的一个 不是有钱的问题 就非常隆重也 对 哦 那这个普通人 普通公众有这个资格吗 还是说有一些 嗯 普通的都有这个资格 但是你要 但是呢 你要排 哦 你要交钱 哦 预约就是 就是从任何一个国民都可以 哦 但是呢 一个是贵 一个是这个 你要 你要把这个地方早早地约下来 哦 不早约约不下来 那是那是明白明白 好 谢谢我们 带我们参观一下 就是公开的这个 哦 最外公开的呢 哦 这一部分就这样 几乎别的地方没有 只有这一个地方 哦 所以它呢就是皇宫的象征 就一个是这个灯 还有一个就是 这个这个 这个上面 刚才我给你介绍的这个绿顶 哦 就是这个 这个绿顶 绿顶 绿顶 你知道吧 就是上面这个顶 整个人看见 你看上面这个木的灰 那个都是明治时代做的 哦 哦 所以这个 建筑啊 这个地方 是日本结婚仪式的 最隆重的地方 最高 最高层次的 照相 结婚仪式 一会儿 日本是神道 所以皇上呢是神 它是宗教 哦 这个这个 你比方西藏是咱们那个 皇教达赖喇嘛 对吧 哦 罗马教是什么什么 哦 日本是神教 哦 神教的最高呢 就是天皇 就是天皇 明白了 好 谢谢 然后我们现在从 哦 当年的这个皇宫的正门进去 哦 现在是开放的是今天館 其实我跟你讲这个是他们规定的 我跟你说没关系 没人说就算了 基本上这个就是拍神道 这个是不行的 我们继续往里头看 我给你介绍几次的 他们说的这个金富士 那我现在给你介绍红富士 这幅就是红富士 这几幅名画 这就是也是 它叫赤富士 赤就是红 这个都是国宝级的 这个这个 包括这些画家的这个 知名度 都是日本在日本非常知名的 不是非常知名 可以说是属于属上千级名 这都是线上去的 这个那边呢有一幅画 叫垂樱 樱花呢有很多的樱花 很多种垂樱呢 是日本樱比较少见 就是垂樱 垂樱也是日本樱花最漂亮的一种 这个 嗯 今天呢非常不好 它前面呢 就是写了不可以进 今天的神殿呢 哦 被关了 其实前面 这是关闭的那边 关闭的那边 就从这到这儿就不能 任何人不可以进去了 那个现在的天皇是住在什么地方呢 现在的天皇在 他在隔壁专门有一个皇宫 哦专门主持人 这是开放部分 和他现在实际居住的还是 完全不一样 明白明白 嗯 大家好我们看一下这个 他们宫廷菜的一些 造型呢 款式可以看一下 做的都很精致啊 因为他从明治维新之后 嗯 他这个地方 他做的有法国菜 哦 嗯 有日本菜有中国菜 全部有 但是呢都不是地道的 哦 这个法国菜和中国菜 它是什么 日式法餐 哦 都都改良了他们 中式日餐 明白 都是都是 他把它这个改变成 日式 哦 这个陈老师 哎 你要方便的环境费用 哦好 哦 这里可以来 明治天皇 新年馆 哦 还有些家具 这都是历史上有名的人物 哦 这都是您看过的 一通报文 嗯 这一通报文 对对对 这人在哈尔滨 不是在那个 韩国人呗 中美墙 对 我一般呢 这个 有些朋友 我都是经常在这儿请 他们吃饭 哦 这也对外营业有 你看就是这个 就是他专门有那个 这者 村宾 刚才这个楼梯啊 这个楼梯呢 你看 这个楼梯呢 它也是 鸣雅照片 哦 marche 日本很高居的旅馆很多 但是有这样只有一个 包括这个灯你看看 这个灯是黄石转运的 一般的旅馆是不能用的 这种造型也比较少见 这种够大气 那这边刚刚我说的这个吃饭 它就是什么日式法餐 日式法餐 今天晚上有在外面可以 那什么可以 你可以看到这里环境很好 对这个 这现在是一个高级餐厅的 对不对 它不是高级餐厅 它平常是没有这些东西 今天是特殊的就是有这个在外面吃 今天主要是放花 所以才有这个 平常没有人的 平常没有人 这都是在 放花会在这里放吗 放花在 外面啊 但是看得见 看得见看不见我也不知道 这个 但是这有预约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的环境非常之好 这颗就刚才我说的 这颗是最大的营兵 然后今天在日本很多地方是有一个放烟花的活动 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一些年轻的民众呢 还有穿他们传统的民族的服装 然后我们看到女孩子可以穿着这种很漂亮的和服 我问到他们现在那个还不是正式的和服是他们叫御医这样子 还有特色 你像这个沙发是古董 你看很破的沙发 当年蛮流的这古董 这原来的这个老的这个沙发 你在刚才我给你看那个灯 你看看一下 哦 像水晶球 这个灯 这个灯呢 就是从现在的技术来讲 它并不是已经什么好东西了 现在我是在那个日本的皇宫里面 给大家录这个特别的一个视频的节目 今天呢是8月20号 然后日本呢还是在它那个 盆育兰节这样子 然后就是我们中国人经常讲的就是 中元节 有很多年轻人是穿着他们自己传统的服装的 然后出来吃饭呢 逛街啊 然后还有看一个烟花表演 他们叫放火 然后这个皇宫里面还是环境非常之好 他们有一部分是开放给民众 今天外面是有一个开放的活动 有人在这里用餐 环境很不错 然后刚听介绍说 他们这里呢是经常会举行 日本式的一个神道的婚礼的地方 很庄重 然后需要预约 而且不光费用很高 当然也会对民众的开放 是比较难得的这样子 这里有很多非常珍贵的画作的 应该都是一些日本历朝历代的一些著名的画家 可能献给皇室的献给天皇的这样子 我也可以带大家简单的看一下 珊瑚长春 然后他们的主题呢 很多都跟那个富士山有关 然后这个朝辉 还是很有气场 因为我这次是第一次来日本 也跟大家一样 慢慢的试图去了解 这个国家的一些真实的状况 他的一个政治结构 他那个天皇 对不对 跟美国都是很大的差别 他这种君主的先制 保持他的一个政治的稳定 好好 上面的那条地毯 这个地毯是定期换的 哦 它是一块毯 整的吗 整的 哇 这么大面积是整的 它分几块 全是整的 但是它是特殊的 今天不是特殊节日 因为樱花季节的时候 有樱花地毯 那是很漂亮 哦 那是那是 粉的 哦 换这个给专业化 那是 他定期化 嗯 你这帮过吗 也不知道过 哦 那是写什么 哦 那是写什么 那是写的 哦 哦 但它只是今天啊 平时也是 因为明天我要带你来 明天我 我经常在里面那里头一家店 在里面哦 这个是真正的皇宫 就是感觉这包桌 包 他看的都是 定桌了 这呢 我带我 我这个 给你 就像肉也看到 嗯 那个对面那个大厅叫金鸡厅 金鸡厅 哦 金鸡 它在墙上天上全部都是金鸡 哦 哦 画的红了 哦 哦 哦 画的红了 哦 哦 哦 在公寺 这个也是迎宾松 这要比皇宫前的迎宾松要大 这个长得很慢 最起码300年 这么小一棵迎宾松 就是300年历史 真的很厉害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皇山 看过迎客松 可能是一个品种 确实长得很慢 这个松基本上是皇家和寺庙 还可以用 这种是最贵的 大家看来有两个日本女孩子 穿着他们的车位 我们叫何佛 但是他们是御医 对面这个厅 这个就是明治时代的 这个里头你看 它都是明治时代的里面 这个是法山 结婚的仪式 就是在这个里头 今天你看不到 完全是日式的神道的结婚仪式 日本就是皇家结婚仪式 很隆重 那日本现在年轻人会 大多数是怎么样的 比如说有什么西式婚礼啊 或者日式婚礼啊 各种各样都有 选择什么样的 跟大家喜欢 他们就是真正的日式的神道的结婚仪式 那比如说现在年轻人结婚里面 像举行这样的一个 不一定在这里举行 神道结婚仪式的比例大概多少 这我没有调查 我可以给你有一个数字 你比方讲 日本的神道的这种神社 这个一共呢是有八万五千座 八万五千座神社在日本吗 对 这个便利店呢 就神社神道的啊 如果说这个便利店呢 是五万家 你可以在东京到时候可以看 你看便利店很多 很多便利店很方便 它只有五家 但神道的神社有八万五千家 所以这个八万五千家这些神社里面 它主要就是说跟老百姓有关系的 一个就是结婚仪式 一个就是葬礼 传统呢 他们日本人 人死了以后 也有些传统的 每天都有财经大事件发生 每天都有时局风云变化 你可以无动于衷 但不可以装着看不到和听不见 用力拨开资本迷雾 让公众克服贪婪和恐惧 冷眼观察政治博弈 揭秘危机背后的真相 评论 关注现在 影响未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啊 啊